为了设计电动剪刀的尽量装置 拿出多年前的3D打印机 先对打印机做一些灯光上的改动 买了一条白色的12幅灯带 原厂安装的是蓝色灯带 虽然有点酷 但对拍摄非常不友好 难以在打印时看清细节 剪掉旧的 把新灯带截到原来的12幅上 换灯带比较容易 只要别搞错正副级就行 3D打印方式 1D打印方式 2D打印方式 4D打印方式 2D打印方式 对比之下 白光显得更清晰了 在打印前 先把热窗上的就贴纸换新 别看侧面的这些硬质板很土 在打印ABS材料时 这些硬质板起了很大作用 它封闭了打印机空间 让温度更加稳定 对打印ABS这种 对温度要求高的材料很有帮助 这些美纹纸是为了容易脱膜 这些纸太旧了 需要换新的 听说金格玻璃 比美纹纸效果好 很容易脱膜 下次也买一块试试 这是精料板的第一次设计 打印很花时间 但经常是 打完一看 设计错了 电动剪刀 精料口的第一次打印 插针没有支撑 不方便向前滑动 改进后 第二次打印 在插针的下方增加了支撑板 设计错误 忘了避开剪刀的尖头 重新设计 第三次打印 比前两次有效 但插针滑动依然不顺畅 还需要改进 第四次打印 增加了插针右侧的挡板 前后加长 右侧挡板可拆卸 基本流畅 还在改进中 再次打印